确实现在的女儿 我们是感情很深 有道士 女儿就是父亲切实的亲人 我确确实实在感情上 跟女儿的关系是非常的好 然后我也为我的女儿来骄傲 然后我也觉得我的一生 我就是一个野蛮生长 逆生长的这么一个背景 那么就是说 在我寻求自由 寻求真言的过程中 对我的家人 对孩子的这种伤害 遗憾 我也觉得是有很多的内疚 这个东西就刚才你像这个 谈到政治庇护的问题 我是因为我的政治庇护身份 我离开我的女儿的时候 她是四岁 而且我离开的时候 实在她不是不觉着 凌晨五点多钟 我离开中国 女儿还没有心 那就是 这样就离开了 一种一种是 苍宏逃亡 这种过程 从此之间天涯两个十年 你想你今天一个父亲 你受到的那种感情折磨 小孩子从小就跟我一起走 所以这个折磨是很难 这个就承受了 刚才的时候 语言上也不通 然后呢 随着成绩也不是很好 那时候一个朋友 然后我记得 有一次特别 特别特别悲惨 每天下课之后 都会有校车接送 我就坐到中间 刚好有几个白人 然后就看到我好像新来的 然后就开始故意整我 他们就在后面开始 就踢我的椅子 然后踢得特别狠 踢完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动 然后这样动 然后就想逗你哭嘛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后来我还是就是做那啥啥的 也不敢说什么 不敢做什么 被虐待了二十分钟 然后终于到家了 开始狂哭 被我爸他们劝了一下 被家人劝了 就说哎不要哭了 这种孩子能不知吗 他不是一两年这样子 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还不想要 还算是比较远翰的女生 我觉得那次被牌子打击也蛮大的 孩子尽管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不如灵异的地方 但总体上 他的品质 是吧 他的个性 我觉得就是原型了我的这个 继承了我的这种 DNA的这种一模相成 是吧 非常个性 自强 他来的时间已经是十四岁 十四岁 因为在国内就是没有人能够约束他 能够管嘛 那他学习也不太好 这个 那英文就更不用说了 根本不学 对吧 就是这个性格也很野 就像一个男孩一样 但我这个 像我们这种很保守 很传统的人 希望像女孩 这个小鸟艺人 这个甜甜蜜蜜 这个苗条瘦女 都是我们对女孩子的一种 一种自己的孩子 女孩子的话 这种一种一种 希望嘛 来来以后 我们又发生了很多的 这种事情 也有冲突 后来发现这个 总体上 这个很快就适应了 但是在他后来学习的功能 你想开始来 这个涉及到这个华人移民在美国的 这个生存 这个孩子教育的问题 我们一开始在一个华人社区 现在在法拉盛 对 这个大部分都是移民的 新移民的孩子 在一个中学去读书 那这种中学 为了周边的中学 为了适应华民 华人新移民的孩子 他都是使用双语教学 那这种 他同时用中文 用英文 来扶导孩子 那孩子在这种环境 他其实 他因为中文的解决问题 他英文的压力就不大 然后这个 他周边同学 那都是彼此彼此 那大家在一块也是说中文 然后大家的这个英文程度 他相不知也没有压力 没有比较 这种竞争意识他也不强 那我看到这种 这种这种结果 就不是我所希望的 华人的第二代移民 将来的一种结果 你将来怎么样进入美国社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 很多第一代移民 对自己的孩子 不管不 那孩子完了以后 其实第二代 他还是一个华人 还是对美国社会 根本就 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和 这种私营啊 甚至是生活 他都源于不来美国社 这就是我们当时感觉到一种 一种忧虑和压力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来了一年以后 我们就一咬牙 就搬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新泽西 在那里买了房子 然后到了一个基本上 没有华人的这么一个社区 那孩子进去一开始 那非常的压力非常大 那整天每天都是垂头丧起 他没有人跟他说中文啊 在学校里面 他所有的东西 那学校还是不错 他这个老师ESL的这个第二语言 这个学校很重视 公立学校很重视 那但是咬牙两年 最后到他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已经完全失业了 他接见了很多很多的美国孩子 朋友 他参加了不少的这个 这个这个俱乐部 南球俱乐部啊 拳击俱乐部啊 然后他也自己这个 感受到了美国孩子的这种开放 適应社会的这么一种精神 是吧 人格啊 甚至他生活上都要去打工啊 什么买当劳啊 当坑刀啊 他都去 是吧 参观打 然后经济上他兴趣不一 然后到这个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考取了一个社区大学 那不是太好 那当然有 那他的当时的成绩 也有一个不错的录取的学校 那太贵了 但是让我查了一下所谓的排名 也是在100名以前的学校 纽约的 结果他没去也很贵 一一一年四万多本人学费 然后我们去看了 他可能确切时候可能觉得压力 那就进了大学 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读了两年 那就毕业了嘛 毕业的时候 他就突发气象 也确实我们也感到很多的危机 那当然社区大学 你再去申请其他大学读书 都没有问题 当时我们就是这样打算 后来他就觉得他自己要 暂时他不要多数 他要去参军 是吧 然后参军呢 这个 确实 我就觉得他个人的体质 他的这个个人的无法承接 因为美国参军他也要考取 是吧 是吧 他就 他一考 他就 就考取了这个 美国 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兵种了 因为美国这个 现在参军他有空军呢 他是这个文化要求啊 其他 其他 其他要求啊 这个当然中 中和要求最高的就是 空军呢 然后其实就是这个 海军陆战队了 再其次就是海军了 再是内军了 再来一些军队 他一下就 海军陆战队就给他回去了 他就去 那就跟我本身个人这个 对他的预期值呢 其实就越走越远了 我想一个女孩子 就 跟我的预期 当一个女孩子就越走越远 那去当兵 那 当时我也很多 这个 依例 但是后来我跟我女儿有交流 这个既然已经是一个美国人了 那我就跟他有很多的交流 对这个军人的认识啊 对个人前景的认识啊 对个人怎样 事情都不适合 但是 跟他们的交流 基本上我就释然了 释然了 我们在海军陆战队待了 五个月 然后 头三个月呢 是新 就是入伍训练 那三个月是最最最辛苦的 最艰苦的三个月的训练 是以去相信自己可以完成 然后呢 去证明给他们看 请要射击 然后呢 他们射击后来有 推出来三个等级 我是最高那个 我记得我是慢速射击 是我们 我们这个团里面射的最好的 那最后哪天的时候 他们给你发 你叫EGO Global Anchor 这是海军陆战队员里面 标志 然后他把这个放到你手上的时候 就说证明 你成为运害人 你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拽 不能打电话 不能什么都不能干嘛 那三个月我那手机都没带 那就直接去了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时候只能以写信 来作为交通工具 然后我爸写了信 然后我爸有时候叫我绝 有时候叫我绝绝 那时候军训成为认识的男生 然后他们也有写信 我跟他交流 我跟他交流 有时候 我就跟他把自己做这些认识 可能我 有的是口服的交流 有的是这个短信的交流 大家都很适合 那么他去了军队以后 所有表情都很好 他就 他讲 他就是现在 Enjoy 他的军人生活 但他平时 其实他女性的这个特征也很明显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女孩子 他自己 他说他是一个女汉 我说你还是一个女孩子 我觉得你还没有 这个 超越我们 这个 所忌讳的 这种 这种女性 男性化的这个界限 那我就觉得我还是很欣慰 他自己觉得他很 很 Enjoy 这个生活 甚至他现在给我的机会 他觉得他还要 他已经三年了 他现在在驻军日本了 还要 待下去 我觉得这个 我有时候不是太理解 但是 我现在的一个原则就是 只要你高兴 你幸福 就好 我刚开始跟我爸 就第一次聊到说我要当兵的时候 我爸就说 你肯定是疯了 你一个女孩子家 你为什么要去当兵呢 他还不如好好学习去学医 学法 然后我就说 我的梦想 黑面向前冲 然后我去了 然后也承受下来了 他也挺为我骄傲的 咱们一定要为湖南人争光 对 你知道湖南有很好的军队船 我是大家所说的1.5代移民 我觉得我现在离开家乡很久了 也渐渐适应喜欢上这边的生活 但是我骨子里还有一股湖南妹子的腊力和坚强 这个应该会跟着我一辈子的 所以我的孩子 成了一个美国军人 跟我的这个 他的价值体系没有丰富 那我也会为他交 跟其他的我的这个周围的朋友 你看这个是哈佛的学生啊 他的孩子 这个是耶稜的孩子 我觉得我有跟这些家人们 都是骄傲 但是又不一样的 这么自豪和骄傲 这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受